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PART 2 壮大买家粉丝 图片要有料零四 先发图加标签 再关注买家 在你关注卖家社区和钱贷买家钱 至少在你的Instagram里上传两张照片 这样就可以表明你是个活跃用户 已经准备好加入Instagram社区了 你的账号不是死号 标签会帮助其他用户找到你的图片 方便浏览 因此为投几张照片 加上一些标签 例如锦号 Seller 锦号 Entrepreneur 锦号 Small Business 标签当然也可以和你的出售的品类和商品相关 宽泛的标签被搜索到的可能比具体细化的标签更大 关注你的好友和竞争对手的好友 考虑关注人选时 亲朋好友当然是首选 但是竞争对手的好友也是可以考虑的 多花点时间了解一下他们 同时在关注别人时出现的相关账号也可以考虑关注 参与度是发展业务的关键粉人不代表别人就一定会回粉 但这至少给了你一个参与他人生活的机会 所以留点时间点赞或评论他人的照片 随着点赞 评论和分享次数的增加 他们就更有可能和你进行互动 05 设计内容提升参与度 社交媒体的核心是 有意思 你的推文不能每个都是促销内容 你可以想些和品牌相关的有趣内容进行分享 这样既可以让读者参与进来 也可以让品牌烟面充满活力 而不是以为让别人买买买 如果别无他法 那就可以在品牌照片里面加入创意元素 给浏览的潜在买家们 带来欢乐 甚至是上传发人行情的话语 或者介绍假日火爆礼物的小视频 也未尝不可 一切都是要看你的目标 想要吸引更多买家 那就可以上传些鸡汤 和买家进行灵魂交流 想要充销量 就可以上传高像素的图片 展示高质量的商品 那些你喜欢品牌的Instagram账号 特别是和你行业相关的 也可以是你的灵感来源 06 品牌一致性很重要 你的所有图片要具有一致性 这样读者就可以里面认出你的品牌 每个品牌页面都有自己的独特审美标准 选用的滤镜 颜色 字体要相同 当然 你也可以考虑不用滤镜 依靠自然光 如果你要出售商品 最好将三张图片排成一行 侧面罩 正面罩和拥有品牌名的商品罩 这样三张图片刚好在Instagram页面里 也是排成一行 07 配图文字很重要 图片配文要贴切和Twitter上的简短文字描述不同 Instagram上的图片配文可以稍长些 例如你在出售商品 可以告知读者商品描述和价格 以及如何买到这件商品 如果你在发鸡汤 你就应该通过标签的使用 让他们知道你其实是在鼓励他们 如果你想加些活力就可以添加MG表情 但是不可以太多 在添加时要做好判断 把钱在买家引导到你的个人资料里 Instagram的限制在于不能在帖子里加外部链接 对策就是把买家引导到你的个人资料页里的链接 这里的链接随时可以更改 如果你想要发布商品照片 你也可以把个人资料里的链接改成具体商品链接 标签是你的好伙伴 当你发图时 别忘了加入标签 标签的目的在于进行分类 便于用户找到你 而使用标签的技巧有如下这些 你可以自制标签 但是你才刚开始积累自己的粉丝 这样的标签走红难度很大 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特定群体的社群标签 比如读者 朋友 潮人 木江等 他们都会运用特定的标签进行联系 你可以通过搜索来找到和你相关的行业关键词 也可以观察最火爆帖子的标签 如果你已经有足够庞大的粉丝群 或是想要为自己的业务奠定社交基石 那么就可以创建或使用代表自己品牌的标签了 许多人喜欢在图片配文的最后加标签 而且他们喜欢把标签和配文分开 这样标签就不会挡住配文了 这也是个不错的技巧 08 促销 提高参与度 以及关注成功的帖子办比赛来猝热度 当你有了一小部分粉丝后 你就可以办个比赛 在一条帖子下面 你可以要求粉丝点赞 评论 App别人或是分享来赢得比赛 这不仅会促进你商品的销售 还会提高参与度和关注度 更会进一步吸粉 让买家唱主角 要想建立客户忠诚度 一个经久不衰的方法 便是突出自己收到的积极反馈 你可以发自己收到的好评截图 也可以对买家表达谢意 这样做还能展现你在优质服务和商品方面的好口碑 用广告来打广度 Instagram上的广告不是大企业的专属 小企业也同样负担得起 这些广告由Facebook来管理 价格最低只要一美元一天 如果你不确定广告是否合适 可以先小规模的做些试验来测试 可以先小规模的做些试验来测试 那么多事 准备